俄乌戰爭讓台灣充滿危機意識 積極加強後備戰力 而部分疑美論的聲音 讓聯電榮譽董作 曹新成不滿批評 問這問題很丟臉 台灣百萬精兵何須靠美 反共立場鮮明 要台灣全民皆兵的曹新成 被人質疑自己是移民新加坡 小孩又是美國人 根本在說空話 而曹新成本人也回應給友人黃青龍 說自己兩個兒子都是中華民國籍 一個已經服完兵役 另一個今年美國大學畢業 會回來當兵 台灣有事 他們都會回來絞共 他也特別提到說 用國籍問題來 其實是在模糊焦點 他說有人 他也看到 拿著中華民國國籍也有人 並不認同這個地方 甚至有一點好像是 這個吃一扒萬 他就這樣 他這樣講 我們就聽嘛 就我們希望這句話能夠 能夠真的落實嘛 曹新成喊話百萬精兵不減二 兒子的事目前看起來 還是曹家大家長說了算 而國民黨狂被執政黨質疑 以美論是失敗主義唱衰國家 黨內同志質詢也出招 自願優先接受軍事徵召 被黨也呼籲一下 全部一起共護國難對抗 中共來犯 我們舉行 政長啊 我是希望你趕快呼籲 你們的副秘書長 沒有當過兵的趕快來簽一簽啊 綠營抗中保台牌 淋不淋年底才知道 但就怕這槍 糖炸 獻上自己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